搭上頭班車從廈門到蓮城 剩下的蓮花池 是露像的天然裝飾 轉個彎是專程要探訪的故人 你笑得真漂亮 80多歲老奶奶 照顧一雙重度殘疾子女 常年累積的身心俱疲 演變成治不好的痛症 孩子躺在地板的米袋上 枕頭是硬邦邦的板凳 志工趕緊鋪軟墊 套上襪套 沖泡五穀粉 有喝水嗎 有 對 那他這個是我們爆發的 我們先想他苦嗎 下一家同樣苦不堪 那個瓦片都可能都快掉下來 差不多 就是用磚頭墊起來 對 那我其他都沒辦法 也沒錢嘛 我就這樣子 破瓦腿皮 彷彿下一秒就要傾倒 老夫妻豈能一養天年 最近還會漏水嗎 不會 已經不會了 上次我們來修好了是不是 對 每個角落不忍足度 爺爺 這個桶都長蟲了 走 那很遠啊 很遠嗎 都長蟲了 爺爺 對 他在床上睡了12年 所以你就幫他到了12年呢 會 本地志工羅壽林 打零工衛生 放棄一天的工作生入 幫幫比自己更苦的人 其實我們的活動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說 我們能夠跟自己接一眼 然後能夠出來 看到更辛苦的人 能夠幫助他一點 幫助他一點 這藥要記得吃喔 小城裡的故事悲苦交織 也是志工們路途雖遠 心頭上牢牢地掛念 帶新聞珍珊米志工 黃德馨 趙敬福建報導